新竹这名男子因为在路上看到一名女子长得漂亮 竟然起了色心趁着对方开车门时 拿刀要跟着冲进车内 而且连人带车挟持到了偏僻处 想要对这名女子性侵得逞 那么被害女子事发之后指认嫌犯时 他确实吓得发抖 富人上车后赶紧锁上车门 因为日前新竹市区才发生随机掳人强盗性侵案件 因为现在抢劫的很多也怕危险 关的时候就尽量是左手关就可以顺势 视力就可以看后面 就是看有没有人会过来 40岁的刘姓嫌犯上个月27号傍晚 在新竹市区锁定一名面貌较好的30岁女子 趁被害女子开门时 迟早冲进车内连人带车将女子挟持到偏僻处 还逼迫被害人脱光衣服并且性侵得逞 最后嫌犯抢走现金 将被害人载回原地 从容下车离去 历经一个小时的惊魂 女子才在家人的陪同下报警 事后被害女子指认嫌犯时 依旧吓得发抖 情绪几乎崩溃 流行嫌犯被依强盗 防害性自主罪移送 深压获准 也让这批恶狼无法再对无辜女子下手 中令新闻和梦千许玉萍 新竹采访报道